我是说一开始就是 我妹很爱 就是看房子 她就是 本来没有要换房 她也是就是 因为她觉得周末很无聊吧 她就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活动 然后她就不想要规划别的 她不能是一些比较一般少女的活动吗 还有爸妈一起参加啦 所以她还这么一定要天伦之乐的感觉 是不是 应该是我 应该说她如果自己有约出去玩 然后我妈就会念她嘛 她就只好安排一些 她觉得就是 对 其实不想被骂 对 就想说安排一些 你知道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活动这样子 然后 我本来其实很讨厌 看房子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骗 也不是骗别人 觉得好像我们意愿没有很高 只是 window shopping的感觉 就让别人那个房仲白忙一场的 对啊 你看房仲很认真耶 就是他把你当作一个 你知道很有potential的客户 他很认真地跟你讲 我就好像辜负他的心意 对啊 我觉得蛮不好意思的耶 这边跟 哈哈 如果有人去 那你去换钱吗 哈哈 哈哈 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可怜的啦 所以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去逛 可是反正就他们 毕竟跟着他们去逛的就是各种 各种 反正就逛了蛮多家的 嗯 然后后来 然后我妈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被说动了嘛 她就觉得现在住的酒店就是 久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是久房子 嗯 她觉得房子有点久 她想要换一个 新的房子 嗯 对就是 然后你们现在那个中和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中和那个卖啊 就这次一起出清 哦 所以两件 哦 一起出清了 哇 那这次家具可以买好一点 哈哈 我也想啊 我也想啊 谁知道啊 反正就 对 反正她就莫名其妙就看上一个就是 对 现在要搬去的地方 对 是哦 就很莫名 好突然喔 哇 当下她决定时我也觉得很突然 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你都不满意 就突然这张看上一个这个 我觉得也还好 这样子平常也没有说多好 嗯 然后公司 所以 到底打入她的点是 哦 她觉得刚好服务的她的预算 哦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 妳妈已经有 存一个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 没有她心里有个预算呢 她心里有个预算 她觉得刚好服务她的预算 然后又是新房子 然后她觉得完全 完全就是打到她的要求 我不知道当马英九领域这一点 是不是有帮她加到分啦 可能会有别人讲 你还要把她分 也许 I don't know 也许 对 对 反正她就觉得很 很不错这样子 重点是我觉得那个防纵很厉害 因为一开始我也觉得还好 觉得那防纵就好像 她好像很能读懂每一个人的需求 所以抢打马英九吗 没有没有 抢打马英九算了 她对我妈就不太需要再push什么 因为她觉得她好像蛮重义的 她就在那边跟我讲说 因为她不知道什么 她不知道哪里看中我最近 想要就是研究风水还怎样 她就跟我说这边是一个就是风水宝 她跟我说这边是 她跟我说这边是龙穴 我想说真的还假的 怎样啊 怎样啊 一特级厨师 龙飞出来 然后说龙穴中最 就是最好的位置 什么龙抬头 然后又跟我说楼上 就是说她楼上 就是说我们那一栋楼上已经卖出去 就是譬如说我们是三楼好了 譬如说她说四楼已经卖出去了 假设啦 她说四楼刚好就是一个风水老师 嗯 她说她特别看重就是这里的 嗯 风水很好 嗯 然后我就哇靠真的假的 可是特别是你怎么知道我想要最近就是 focus 你读到我的 你在有focus在风水喔 就前一阵子有一点想要 对 你没有focus来就觉得很好玩 想要研究一下 就是有一点比较关注这一块啦 对对对 然后说你怎么读懂我的心 怎么知道最近我就是在关注这个 所以是不是你你要搬到这个龙穴 然后我们就去到业配了 是不是 哈哈哈 有方式 贵人方式 我跟你讲 搞不好有方式喔 然后马上 我的事业也要托付在你身上 对 我们要跟她合个八字 有没有合 对啊 反正就是 然后我妹是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 嘰嘰嘰嘰嘰嘰的事情嘛 就是她想要 哦 因为她说那个是什么挑膏喔 嗯 她说如果可以 她说其实可以做夹乘 哦 嗯 楼中楼的 对对对类似 就小小的夹乘 这样 然后我妹听了就很兴奋 她觉得 她就喜欢这种就是 有些奇怪的设计这样 哦 所以也达成她的点 我跟你说那个 我是在说那个就是那个 房仲很会 很很厉害 就好像每个人的 需求要照顾到 我想说她怎么读得懂 因为我们其实也没讲 我们没有聊什么 你懂啊 嗯 她就好像读懂每个人的心思 我觉得好可怕 太乎她每天介绍 就是她的那个专业啊 很辣好 好厉害哦 反正就我莫名其妙去买 就就就就就搬去呢 嗯 嗯 可以 所以以后要来可能 还好 如果 愿意走那20分钟的路程 搭捷运的话 哈哈哈 没有啊 非常差 你那个心情居落成啊 哈哈哈 那我们要说一个扁额 是不是那个什么 好像 瞧千之喜哦 什么的 良情折磨 哈哈哈 怎么回来的 你讲的就很不对好不好 良情折磨 你刚刚国文老师会哭 我跟你讲 我记得这位国文老师 应该才起敌而起吧 哈哈哈 反正就不过我们行 OK OK 哦对啊 然后前阵子一直一直忙装修的事情啊 嗯 然后就是 啊 装修 哦 我们有请人来就是重新 呃 因为他是新房子嘛 你要重新装 哦 对 是那 就是新房子的装修 嗯 嗯 然后因为他有些是可以 应该就蛮多 你是可以自己给 就是设计师意见的 嗯 然后就变成这个重则 大概就好像落在我头上一样 你要给设计师意见 对 他会觉得 对 就变成我要给设计师意见 然后每次我 那你也有提walk-in closet吗 有啊 哈哈哈 因为我知道 我 唯一 我只要有这个家 我就不更 care 哈哈哈 我是想要啊 可是 因为我房间非常非常小 因为其实我们室内平时都很小 嗯 所以我房间其实 跟我现在的 可能也没有大奶区 嗯 然后虽然walk-in closet 有 有硬要 但是就还会很 就蛮急的啦 我觉得 没有很 没有真的很厉害 那我把它说好 就厨房可以不要啊 哈哈哈 厨房 我也过不到 整天也过不到那去啊 我也想好不好 我还跟生人家想说 客厅都不要好不好 可以化成全部我的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 我也想啊 我妈又不是白痴 怎么可能啊 然后因为你知道 因为我硬要弄在walking closet这件事 我妈已经要跟我又是要快吵起来 你知道 她就在那边说 你这房间真的太小 不可能 我说你要刺激 是说可以 为什么你要说不行 她说你这样一定会什么 到时候会很后悔 什么什么 你的弄起来一定很可怕 什么什么 然后我说 I don't care 哈哈哈 就她说你的房间啊 对啊 我就说这是我的房间 你为什么要关我 我真的动得怎么样 反正你又看不见 我就把闻衣关 你觉得很丑 什么的 你就不要进来 我看不见了吗 然后她后来就拗不过我 就是后来就是还是听就是 听我的就跟设计 就是反正是后来也是有 蛮大部分是我跟设计师联络的 嗯 对 重点是你知道吗 我们在讨论这件 就是装潢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可是你们不用同意一个风格 或者什么是那种 对 我现在就要讲这个 哦 我妈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工业风 跟无印良品的那种肌腱的那种感觉 大家应该懂 那种混轻的 yeah you know 混轻的那种感觉 那种妈就不可能 因为你看年纪 那一辈的人 我觉得都没办法接受耶 也不是没办法接受 她就觉得她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装了一个就是好像没有 那样好酷 对 她就觉得这种很寒酸 就是那种极简风跟工业风 他们觉得很寒酸 嗯嗯 他们就觉得 moketa那种感觉 那他们要什么欧风吗 他们要那种就是豪华宫廷风啊 不然就是那种你知道 班人在工那种 对对对对 那种巴洛克那种吧 就像我以前的旧家那样的 哈哈哈 那我这也 嗯对 对 可是我就觉得 天啊那真的不行 那弄下去 那就是跟我之前旧家一样恐怖 我就坚决说不行 你要好好想一想 不能再这样下去 后来我们就是比较妥协的 因为我妈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能接受 然后我也比较能够 就是 接受就是算是比较那种 那是什么风 就那种美式乡村吧 嗯 比较像是 美式乡 对 就是有一点点 豪华的感觉 那又不会太 嗯 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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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 偏这个吧 嗯嗯 对 但我觉得房间内部 就好像有点 嗯 各自 所以自己喜欢 对啊 你就不能说就是他们外面宫廷 然后一走进你的房间 然后就变无垠 这样 就就说话外面没有宫廷啦 就大部分是走美式乡村的感觉 所以我房间里面也不会说太 嗯 我尽量自己想往那个无垠那边偏 哈哈哈 但是 就是尽量啊 嗯嗯 对所以最后就比较定调就是 美式乡村或是偏牛那种 英式的那种 嗯 乡村的感觉 乡村 乡村 乡村的艾比啊 哈哈哈 乡村的艾比又出来 那不是很豪华吗 你还讲什么 是以为很豪华 但其实没有啊 就只不过有点 刷一些油漆而已 你知道吗 嗯 没有啦 就是没有那么豪华 就是比较 比较自己穿成那样啊 哈哈哈 你要自己穿成那样 在家里是吗 那边 鼓叫那个妹的 竟然 一摇领 哈哈哈 哈哈哈 她挤在那边 你猫 好可怜哦 哈哈哈 内眉就是 哈哈哈 怎么可能啊 哈哈哈 怎么可能 对 对 对 反正哦 我是想想抱怨的是 好啊 其实是我的问题啦 可是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点烦 就是有时候 我们好不容易 譬如说讨论一件 譬如说讨论说客厅要怎样好 好不容易讨论出一个定调 我以为这就是已经 final了 你知道 所以我就会把图就传给 就是我们有找很多 想要的那种图片 然后我会传 就整理起来传给测机师看 就说我们大概就是要这样 然后每一每我都觉得 好像这已经是最后定调了嘛 可是因为测机师他还没开始做嘛 嗯 他会最后再跟我们在confirm一遍的时候 他们又想改 然后我想说 嗯 这不是已经定调了吗 嗯 然后他就说设计师又还没说 你现在 你为什么要定调 就是你为什么要 你说已经不能改了 设计师都还可以改了 你干嘛 嗯 就是 好像阻止他们想要再改 因为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为什么不就是要这样了 为什么你们要再改一张 我们前面讨论都 就 白费了吗 然后我妈就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觉得对啊 就什么 所以你妈妈就是设计师 会讨论的那个类型 对啊 他就是你为什么要那么 我妈是还好 因为其实那参与的部分他有参与到 然后他也 他其实是还OK啦 他不会说突然间好像晃 就好像醒过来才说 诶怎么会是这样 他 他算是有参与到 我爸比较烦 就是前面他就说 随便你们啊 都给你们做 你们 我没什么意见 然后设计师在最后confirm的时候 他就 他又开始突然 你今天很多 然后突然醒了 你知道就好像 诶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 然后诶那个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就说 为什么我们在讨论你 为什么不讲意见 然后你现在要讲意见 然后 对 然后我可能就有点不耐烦 然后我马上就说 你这样态度不行 是不是 然后我就觉得 是啊 是我的错 我觉得我不应该就是 这么绝对 就是说 反正像他讲的 设计师没有说 就是final的 我干嘛要帮他自己下一个deadline 就应该说 这应该是他们跟设计师之间 你不要躺这个浑水 对 对 可以这么说 没有啊 我也本来有 有时候我就想说算了 我也不想要躺浑水 反正我就想说 可能我跟设计师讲 大概设计师做出来 肯定又是另外一个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没有说 抱太大的期望 嗯 我就有点想办 就是半放弃了 大概想要不做什么就是 半放弃 什么事情做到后来就是 好好去半放弃吧 对 反正就一贯的就是 半放弃的状态 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就想说随便 他那时候还以为说 你怎么都没有意见 你给点意见啊 什么什么的 欸我们都听你的耶 噢靠 到底要怎样 到底要怎样 我是觉得 噢 为什么是都没有人听 听我的 你们就不要有一见啊 这是要听我的 他没办法解释 然后就变成说 我很独裁 他们想不出来的时候就要你啊 然后他们 对 有一见的时候就是 你就是不行 所以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然后他说 嗯 我就是喜欢一个独裁的人怎么样 我就是反民主 暴政 暴政 不要再说什么 听我 听我就是你不要有一见 哈哈哈 所以真的是 从小的皇帝梦演示到现在 对啊 我就是想要当皇帝的人 哈哈哈 想要当皇帝的人 那找到你的龙穴啦 找我的龙穴啦 可以登基 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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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贱耶 很奇怪 超贱 怎样 是不台北独立 他怎样 台北皇帝 对 台北皇帝 哦 哦 那是 对啊 反正就是 对啊 我承认是我自己有问题啦 嗯 不应该像他讲的这么 就是好像 就是全部都要听吻了那样 其实有时候就只是觉得 啊 讨论的时候你们不讨论 嗯 然后 事后 那是一间大堆 对啊 就跟那个制度旅行这样的道理啊 对了 不讨论然后后面又 后面 可是他们 他们制度旅行这一块就表现得很好 你懂不懂 他没有把这个好的习俗带到 现在这块来 带到这个 对 这一块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能够 比较有话语权吧 因为他可能在国外他怕我把他们丢包 他们就很乖 对啊 又是一个比较弱者的地位 然后 吃食物的一家人 有没有 我妈里面 我每次说我妈妈每次出国就很 你知道焦躁不安 我不知道他在焦躁不安什么 呵呵 对反正他可能在国外他就觉得 你知道就是 要low profile一点 嗯嗯嗯 免得被丢包 他们也很 很有危机意识 嗯 所以就会乖乖听话 嗯 对 然后 就 在台湾他就觉得 嗯 可以 打地盘 对 唱首语 呵呵 没有不好啦 只是 像你讲 我以为你带是不是 风格都不一样 呵呵 就是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多音关系 因为百货公司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他每个老城不一样 每个老城不一样 就是 因为是美食街区 美食街 嗯 对啊 反正后来想说 那你有没有想说他要什么疯吗 还是 他就这种 他也是很烦 就是我以为他会像看 我就说 就是看房价这么积极 我想说这他应该也很积极 嗯嗯 结果他因为他在交换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啊 对啊 他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 那你可以找些图片给我 然后我就直接跟设计师说 你就是 做reference 就reference 就是这样嘛 然后他也没有很认真找 我就说 靠你是怎样 我就说那我不管你 就是跟你养品物一样 我不管你 他就说 随便 哈哈 很好吧 他就觉得 他不激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要做事 反正还是我找一些养品图片 什么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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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的那房间是不是 我突然 看他还没回来 然后他现在 他也爱月底才回来 妈那个 那个是德采药的 哈哈哈 莫名其妙 妈应该 黑眼温口 我已经3D建模 已经做好了 真的 你又在那种建模 我靠 那时候我也有 你知道吗 我还为我房间 我也去弄了3D建模 然后也是被各种打枪啊 你说被设计师打枪哦 没有 他被我妈打枪 然后设计师 设计师其实是还蛮 怎么讲 蛮听话的 对啊 但是有意见不是很好吗 对啊 他就觉得 他就觉得都还OK啊 嗯 我刚刚讲什么 他除非就做不到 不然他就说 嗯 没 都都OK 这样 嗯 我期待他状态是什么样子 反正12月底 12月底就正尖章 12月底就是好咯 就是他应该要好 不然我们就要罗洛街头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要搞屋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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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危险吗 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啊 你看我不懂 他们这么大人 每次做事都还是你知道吗 都好像很没有规划耶 因为感觉这种东西会拖到 感觉是蛮战场的 没有没有 因为我爸有跟那设计师说 我们这边要交舞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要交舞了 对 你一定要12月底要弄好 嗯 对 如果弄不好的话 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能怎样 管线外漏 就也烦进去了 硬要烦 我们边住旁边还在边施工 有没有 对啊 肉 肉水 木靴喷过来 嗯 应该还好 他动作蛮快的啦 嗯 所以不知道 哎呦 知道 嗯 OK 参加邀请你来 我要新加特情的party 哎呦 可以 可以啊 可以考虑办一个 如果他装的合我一 我大概要合 哈哈哈 如果 如果 如果不恨我一 大概就 嗯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哦 然后买沙发这件事情也是 我上司天有说过吗 怎样 我一直搞到 心力交瘁 为什么 因为我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是一个非常难以下决定的人 嗯 然后她就是 看遍了各个 各大网站 你想到了 什么HOLA BNQ啊 然后 EP啊 她大概各大网站都逛过一遍 然后呢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已经订了一个 嗯 然后 然后 因为是线上 她要等很久 嗯 她说要等大概2月底 甚至3月初可能才会到 或者 然后我妈就有点不爽 她可能之前也没有仔细地看购物须子啊 你知道 所以订了以后才发现 嗯 对要这么久 她就有点小不爽 嗯 然后后来 又再看了一下发现 嗯 我们家的尺寸好像不太合哦 因为我们家很 客厅比较窄 她的长度 嗯 那个L 就是在网络上订的那个L型呢 总共有270公分长 太长了 会有点 会有点 就有点卡在那个走道上 会有点 你可能 你人要过去好像要 转过去 转过去这样 会有点奇怪 然后呢 我就说那你就退 哦 光是要退这件事情 她也可以大概犹豫个两个礼拜以上 她说可是 那不是要赶快退吗 对啊 她犹豫的点是什么 她犹豫的点是说 她觉得虽然270公分好像 有点长 可是她很喜欢那个颜色 那个沙发的颜色 跟直直 就感总体的感觉啊 然后她觉得 可以硬塞 我就说好啊 你就硬塞啊 我也没意见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心灰意冷了 然后她就 她在那边也说 那你现在退了 我们就没有沙发 我说我们不是要再去看别的吗 然后她就 她就一直迟迟的 就是你知道 无法做决定 然后就在那边拖了大概两个 两个礼拜 然后两个礼拜后 我们 我们还是逛家具展吗 那种是吗 那种家具展 然后也是被震折了一阵 因为你知道家具展那边的业务员 太热情了 就是我们只是 就是我们只是 比如说经过她的那个摊位啊 只是稍微一样 钻过去 她就拉着你不走欸 就 拼了命跟你说 需要看什么吗 需要什么吗 然后我们跟她说 可能我们只是看一看 我们要看沙发 我们要看沙发 完蛋了 就完了 她就开始拉着你 就是开始 从头到尾街上 就不放你走这样子 对 然后价钱的部分 我妈觉得有点太超出预算 所以家具展就是一个 失败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 然后她就 然后她还是没退 然后后来呢 有一天我就很无聊 我就 因为我们家还需要一些 生活小用品 我就自己去宜德利逛 然后宜德利我就发现 诶 她们的沙发 有够便宜 嗯 跟我们去家具展 看到的价钱 差超多的 对啊 然后我想说 对啊 我说诶 诶 奇怪 我们那时候看了那么多家 怎么都没有考虑宜德利 我就跟她说 我就跟我说 我跟我妈说 诶 我们去宜德利看一看 我觉得很不错 那价钱非常值得 嗯 然后就去 就去逛 然后逛了以后呢 她们就百般挑剔 有什么好挑剔的 她就说 觉得她那个质感没有很好 然后就觉得 嗯 这个造型好像有点 过时了 觉得有点老气 就说 你跟我讲老气 对啊 我回来 我都压下来压下来压下来 然后 好 我们回家吧 然后说 我说要回家 她说 你不要生气吗 你为什么要生气 我们好好来看 你为什么要这样发脾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叫我都更气 哦 这些事情 本来没那么气 本来只是心死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波动 火就来了 她一样火就来了 你知道 然后就想 现在是怎么样 只要是我挑的 你都觉得烂 然后呢 你现在还要叫我不要生气 然后想说好 无所谓 对没关系 反正我不是金主 我不付钱 所以没关系 我都交给她 然后就在那边搞了半天 我妈终于决定想要买了 然后呢 已经都要去问了 然后我爸突然间 杀出了陈咬姬来说 她觉得我妈选的那一款 做的不够舒服 她要选另外一款 同一家里的 她要选另外一款 她觉得比较舒服的 然后可能就贵个大概 一两万左右这样 对 然后我妈就 超不少 她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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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你感觉出来 有差别这么大喔 不知道 她讲的就是说 她讲的就是好笑 她说我不知道你的屁股 有这么尊贵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好戏了吧 因为野人是我爸跟我妈 已经要 在那边已经要 快要吵起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太棒了 这下子看你们自己 怎么 怎么收尾 对对对 然后随便 然后讲了半天以后就是 又是都不要 然后就是一个打到回府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一直在push 我妈说你要趕快把那个退掉 我说你这样不退到的时候 扣到钱 又什么很麻烦 你为什么不趕快退掉 然后我说你现在既然 宜德利你想买 你就趕快退掉 所以她就在我百般的劝说之下 她在宜德利逛的时候 就已经退掉 那个网路上买了那个 所以就是 退掉那个 然后我们也没有买到新的 还是一片空白的 一片空白的回到家 然后打开就还是一片空地 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快笑翻耶 所以当下真的是很受不了她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又不死心回去 以后又开始说 她找到另外一家在网路上 她觉得很不错 嗯 我说那你找到 你为什么也不讲 你也不跟我说 然后宜德利你不满意 你也不讲 然后 应该说不满意 他应该说 他在我跟他建议宜德利之前 他就已经找到 他觉得另外一家不错的 然后他也不讲 对 对 我说那你也不讲 害我我带你去宜德利 然后你又没有 我说很喜欢 然后他说 他觉得宜德利很划算啊 什么什么开始讲 就是你知道 敷衍我的借口 他说我觉得蛮好 也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不行啊 什么什么的 我们在讲一些废话 然后他就 我就说那你就去看 因为他说网路上找到那一家 也有实体店面 我就说那我们去 那个实体店面看 嗯 然后那 那讲了好久 大概讲了一个礼拜 然后终于 我们 昨天 欸前天 这个礼拜天才去 然后就终于 买到了 确定了 确定了 尘埃落定 哦 真的是会 对 因为我们有量过 这次Size 应该是 因为 可是逛的途中 想要另塞另外一组 哈哈 对 就是各种我们只要 因为他现在新买这个 我不是说 十分满意啦 就觉得 还OK 但是没有到 另外一组 你有十分满意 另外一组十分满意 然后就想要硬塞 的部分 对 但是想说不要勉强 对 就是 就这样终于 终于买到 终于可以 恭喜恭喜 自己 要寄过来了 配送过来 真的是 买叉发 就是一个 多灾多难的过程 都不知道 就 跟爸妈逛家具 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对 那时候 想说以后如果 要再买房子或什么的话 要自己当金主 对 重点就是 因为现在不是你出这个鞋 所以就很难 就没有办法 独断专心 对 要好好赚钱喔 要好好赚钱 结论是这个 对啊 不然好痛苦喔 我就觉得 每次听他们在那边 就是 不断讨论 然后根本没有结论 然后你稍微强势一点 然后就会觉得说 那你在强势什么 就是 是没错啦 你懂吗 他们讲的也没有错 只是觉得说 唉为什么可以这么 这么累啊 然后也没有下好决定 就可以搞这么久 我们光是买沙发鱼 我跟你讲 前年后代已经买了一个多月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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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访问 这些东西 是说 我会讨论 有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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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如果 有没有人 是 我会讨厌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我会讨论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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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